今天网上有个博主的视频火了 一个小伙子在美国通过爱比营租了个短期的房子 却有一对华人夫妻不断来骚扰他们 说他们不能在小区里边停房车 态度呢还很恶劣 最早从讨论到最后叔叔都给叫来了 那个华人女子态度极其的嚣张 甚至明明会说中文就说英文 还拿着手机翻译给小伙子看 这件事情我看了之后 不得不说说小伙子的四大错误 首先他说是老华人欺负他们 这都错了 他们是高华 就是那种有满满的优越感 认为自己在国外各方面都比中国人强 甚至连英文都是自己的母语 都不惜的说一个中文字的人 你说他们是老华人这不准确 我在海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说实话 海外华人华侨里边爱祖国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这么趾高气昂的精神外国人 是一个特殊的人群 数量不能说少杀伤力也是分分钟气死人的主 所以在给他们定性的时候 你可以说高华 也可以说精神美国人 这样才是正确的说法 小伙子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 在他让你们把车移到访客停车位的时候 是给你们下了个圈套 你们中计了 一般在国外这种连排别墅的小区里 每户都有自己的停车位 小伙子说 本来他们是停在自己的车位上的 也没有压线 也没有超出位置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对华人夫妻可能认为 小伙子他们什么都不懂 就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停到访客停车位 而不是这里 于是小伙子就想着和和气气的就移动了车 这就错了 在国外一般小区里都有buy loss 就是类似于小区生活的规则 里面一般都会有明确的说 访客停车位只是给访客用的 小区里的长期住户 不允许停在访客停车位里 一旦你停到那儿 你就违反小区的规章制度了 他们就可以去找物业说事 也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所以你们不该听他们的哄骗移车 第三个错误就是 他们让你移车你就照做 这显得你很好欺负 要知道那些精神外国人思想里 已经是西方的价值环 那种失强凌弱的态度 你感觉不到吗 所以什么叫得寸进尺 欺软怕硬 现在你明白了吧 就因为你们听话照做 他们就不断的来你家捣乱 所以从一开始 你们就应该态度上硬气起来 不是让你去跟人家吵架 就是说咱要把道理给讲清楚 不受他们的摆布 他们看到你挺有态度的 自然就不敢造次了 第四个错误就是 在那个女的不断的跟你们说英文的时候 你就应该说听不懂 就跟他说中文不停的说 他给你看什么翻译 你就不看逼他说中文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 不管在哪说自己的语言 都是天经地义的 当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目前世界通用英语 所以说英语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面对的都是华人 华侨中国人的时候 你还要转英文 那就是你装牛掰 你有问题 我在国外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就前不久 在一个中三馆里我去点餐 我说中文点餐 结果他用英语回答我 我说一句中文 他回答一句英文 我说你不会说中文吗 他继续转英文 我说那好吧 我不吃了行了吧 他这时候中文回答了一句 等一下 我说你会中文呢 装什么呀 我就神翻这种人 我英语很好 但是我不会做这种 隔靴搔扬假惺惺的事 自己国家的语言都忘了 皈依之情 异于言表啊 面对这样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他们说中文 不停的说 所以这个小伙子错就错 在听他说英文了 给他机会展示忧郁感了 说完了四个错误啊 我再说一说 我认为他们做的最对的事 就是在女的咄咄逼人 后来嘴巴骂骂咧咧 并且行为上直接推门 不让小伙子回家 在这个时候看准时机 小伙子直接报告叔叔 这个时机抓的是文准狠啊 叔叔到了之后 直接问那对夫妻了 你们有小区的管理文件吗 说白了 你们算哪根从哪根算呢 就在这对人家住户大呼小叫的 是物业吗 能证明吗 后续呢还没来 但是我跟大家这么说吧 在国外这些叔叔常常就是祸悉泥 差不多调解一下 让他们去找物业说理完事 即便是物业的人来了 也不会像那个女的说的 说把人家的车给拖走就拖走了 比如说在澳洲吧 已经有规定说 不能随便的拖走别人的车了 是违反相关法律的 私人财产是你想拖就拖的吗 而且啊就算有人这么做了 实际操作起来多少人打起来了 谁会轻易的找架打呢 最好都是好说好商量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因此那个女的威胁小伙子 会把她的车给拖走 就是在吓唬人 我再说一下房车的问题 一般国外的小区里边停车 的确是有规定的 但是各个小区的规定不同 不是所有的小区都规定了 不许停房车 而且还需要看具体的败落 有的是说不许人住在房车里 那小伙子也说了 他们不住在里边 也算是解释清楚了 还有咱这么说吧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其实在国外的小区里边 不遵守所谓规矩的人老多了 不许停访客车会停的 不许养宠物养的 但是小区里邻里邻居的 大家一般都会迁就一下 就算不能停房车了 小伙子只是停一段时间就运走了 也跟大家解释了 好说好商量 相信还是会得到 大多数人的理解的 不至于说要把人往绝路上去逼吧 就好像小区里边 不允许养宠物吧 就算你不满意 你提出来了 也需要给人家时间去处理 不能武断的把人家的宠物 给人到毁灭了吧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可是有些在国外待久了的华人 学会了西方人自私自利的那一套 而且他们还很双标 我敢说如果这个房车 不是这个刚来不久的中国小伙子的 而是一个老外的 你看他们还敢嚷嚷吗 还砸人家门 你以为你是谁呀 人家可能直接给你秃秃了 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什么情况心里还没输入人 其实他们心里和身体都是想着 往人家美国人那边去贴护 但是你在人家眼里还不是黄皮 你真以为自己跟他们一样呢 自己呢平时被外国人歧视 你不去找他们算账 还要反过来欺负一下同胞 这种精神外国人 是我见过的最奇葩的群体 我劝各位在海外的中国人 远离这样的人 他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都是老外 也不惜的跟咱们交往 何必热脸贴冷定 不是他们不搭理我们 是我们半拉眼瞧不上 他们这种自脚不挠的人 最后呢给拍视频的小伙子 提的建议就是啊 该干啥干啥 就把这两口子当空气完事 他们如果再来找麻烦 你就告诉他们 你在网上有多少粉丝 告诉他们 别以为我们是下大的 感动你的车 就立刻报告叔叔 但是你放心啊 根据我多年经验 这种人就是纸老虎 他就是嘴上硬气 实操起来一点战斗力没有 最擅长的 就是在外国人面前谄媚 不用怕他们 有事啊 就在网上发个视频求助 别的咱没有啊 在海外与各种牛鬼蛇神斗 还是很有经验的 国外的各种规矩 以及如何在与外国人 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出奇制胜 分析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有事吆喝一声 全世界范围内 咱们中国人 还是有很多三观症 又有能力的人 愿意守望相助 不配再做中国人了